少年强责国强 也向国际展示了中国少年的优秀和正能量 说起来王源此次回国后资源真的很好 人民网出品的美好中国公益云晚会中 王源作为特邀嘉宾 向观众推荐儿童们纯真的歌声 人民日报主办的线上《未来你好毕业晚会》 则跟重庆大学学生共同合唱了亲自作词作曲的《滚烫的青春》 向广大毕业生那哥们送上最美好的毕业祝福 综合频道的大型音乐文化音乐节目经典《永流传》中 唱响了改编自陶渊明的诗歌《独山海经》 经验四作 王源出国留学一年 回国后还能得到主流媒体的支持和喜欢 工作邀约 各种资源不断 他真不愧是被官方认证的根正描红的优质青年偶像 青少年的偶像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去年考上伯克利大学 选择低调出国留学时 王源就被很多人担心过 毕竟选择在正当红的时候 暂停事业去学习是比较疯狂的一件事 况且国内娱乐圈更新换代这么快 王源的大学学业至少要持续四年 持续减少的曝光量 会让他的星光渐渐暗淡下来吗 王源这样的选择 很多喜爱他的粉丝们 都担心对他会有较大的影响 但此次王源用实力证明 只要有真本事 坚持做对的事 世界都会为你开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